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台湾真善美 谈到品牌一化佼佼者 在国内我们先带您来看到 这间位在台中大甲的自行车品牌 BK的市场主流铝合金碳纤维的材质 他们选择用钛合金做出产品差异 打出了客户化的卖点 但因为完全在台湾制造 MIT的结果是成本比其他车厂高出了两倍 也因此叫好不叫做 但他们不愿意放弃 就靠着这一步中小企业出计划 透过国际电子商务品牌eBay 在国际市场之间打开了相当大的知名度 换手组装三小时内完成一台公路用自行车 每一台滑色都不尽相同 有烤漆 有喷沙 车体稳定度高 加上有张力的艺术风格 强调客制化设计 挑战车友全新视野 这是一间刚成立五年 主打本土品牌的自行车公司 创办人之一就是他 年过四十的徐振能 从小学开始就和自行车结下缘分 第一次骑上脚踏车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突然之间我们说我们的视野从只能在村庄里面这样子几百公尺突然间就变好几公里 就可以去找朋友啊 找女同学啊 但是大学的时候我就我在新竹念大学 然后我家住台北 我常常会从新竹起回台北 然后也 九号车那时候是我的最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 到现在徐振能还是每天以自行车代步上班 你能想象吗 他原本是一位大学教授 专攻水土和环境管理 中年四十转业 最熟悉也最热爱的自行车 当然是不二选择 只是梦想和现实不见得能画上灯号 开始做了之后才发现说 其实要一个以自行车的品牌 要在台湾存在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我们跟自行车这个产业的渊源不是那么的深 所以一开始我们在要取得零件 拿不到零件 要组装 没有人愿意帮你组装 因为量不够大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直接来 万事起头难 徐振能就在办公室后面动员所有同事 每个人都学着组装自行车 不到五个人规模知晓 连他自己都笑着说像是家庭手工 但真正的难题还在后头 好的单车零件 几乎都只供应给知名大厂 一定需要取得的这个零件的时候 我们就拿了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车架 那时候我们只有车架 就拿了车架去告诉他们说 我们是玩真的 我们不是来乱的 那去那边拜访很诚恳地跟他们说 我们想要怎么做怎么做 产品出来后 徐振能知道不能在漠视品牌行销 开始架设官网 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 能够提供消费者选择很多东西 一种客制的一种服务 那他可以选择车架 然后再选择所有的零件 那车架零件他可以在网路上面马上 网站上面马上就秀出来 说一个一个这样子加上去了 然后他就在这上面 把一辆车把它组起来 后来我们也碰到一些问题 因为光是要拍摄那些照片 零件太多太多了 上百种的零件 那些照片要拍完 把它贴上去 位置各方面都有碰到很多的问题 客制页面宣告失败 网站简化为品牌的门面 销售通路 还是回归到传统自行车行 为了提高车架安全性 徐振能选择品质更好的 钛合金 钛合金其实从材料来看的话 它是最贵的东西 它很可能还比碳纤维还要贵 那当初我们没有选择 碳纤维的一个原因 是碳纤维的叠层的那种 它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的那种做法 我自己没办法说服自己 所以我们那时候选择 我就先选择了这个金属的材质 那金属材质里面 我觉得最特殊的是钛合金 所以当初我们就决定 我们就走一个小众的市场 强调品质却也让成本提高 再加上全手工台湾制造 单价比其他车厂还要贵两倍 消费者接受度不高 但徐振能并没有灰心 在民国一百年 加入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产业别电子商务营运计划 决定选择从网路通路再出发 跨国打造品牌梦 我是实际时代的人 实际时代的人事实上 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从来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的话 不可能我也不可能熟悉 概念上我都有 但是操作面 我身上非常的不熟 即使是经过讲师 有跟我们说明之后 我还是要有一个小操 每次要操作的时候 还要拿出来看 第一步什么 第二步什么 第三步什么 就这样慢慢摸索 产品也主意在网路平台上架 徐振能发现 和自己架设官网最大的不同 就是关键字的设定 讲师事实上也有帮我们 找了几个关键字放上去 因为我们放上去的东西 比如说钛合金的前叉 脚踏车的前叉 就是夹轮子的那一个 那个东西事实上在市面上很少 做得好的更少 所以当我们把东西放上去之后 人家搜寻钛合金产品 或是钛合金前叉 一定会找到我们 渐渐在网路市场打开知名度 目前已经外销到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 甚至是意大利 澳洲 他说选对交易平台 就能事半功倍 我自己做一个网站 就好像是在某个小巷子里面的 一个小杂货店 只有附近的人知道 那在eBay上面 就好像是在收购百货 大家都知道eBay 大家都知道收购百货 透过网路行销 徐正能不仅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也成功将台湾品牌的自行车 推向国际舞台